俄罗斯戴尔M2防空系统在战场移动 但显然没发现上头的无人机 类似的攻势也毁掉俄罗斯铠甲S1 和山毛举防空系统 乌克兰加强锁定俄军防空武器 当然没放过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要地 靠着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克里米亚许多防空设施短短一个月 损失好几十个让俄军措手不及 从贝尔贝克塞凡堡到卓诺摩尔斯克等 克里米亚几乎各个角落都无能幸免 最近又传出距离克制 以细约50公里的小尔基诺也冒出火光 其实乌军频频锁定克岛的防空系统 研判与即将部署F-16战机有关联 先前荷兰空军指挥官就透露 今年夏天原屋的F-16战机将能准备就绪 后来防长甚至说乌克兰可以用F-16攻打俄国境内 消息一出逼得俄罗斯提请准备 虽然F-16确切上阵时间还是最高机密 但乌克兰却刻意在此刻公布飞行员 在丹麦受训的画面 当中还有乌克兰受训飞行员 以亲身体验比较驾驭 F-16战机和俄国战机的感受差异 当各界慢慢将目光集中克里尼亚的同时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公布一段 当初收复蛇岛时未曾公开的镜头 显示乌军一开始是透过搭直升机展开突袭 并在一连串空中炮火掩护下登岛成功 参与任务的乌军登陆后 也得惊险穿越废墟与俄军惊交火 也多亏乌军成功收复蛇岛 乌军之后才能顺利展开一波波 对黑海舰队的打击 重挫俄国海军 湖内近期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 还是继续遭俄罗斯拿导引飞弹狂轰 周末东南部地区札波罗热 也有住宅大楼和商店被封 有儿童丧命 追着俄军尝试步步进逼 东部盾内刺客的拖雷刺客证 当地乌克兰警方又忙着协助居民撤离 除了用担架转移行动不变的老人之外 也有居民一脸惊恐抱着宠物逃难 因为住家外其实已经被炸烂 同一时间乌克兰也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反击 炮打俄罗斯占领的卢干斯克地区 至于其余边境地带则同不靠无人机帮忙 深入打击俄国境内的贝尔哥罗德和布杨斯克等地 不过俄罗斯又声称 击落36架无人机 宣称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由于美国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还是不能拿来打俄国境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三喊话 希望放宽 否则边境民众的安全还是尽其可危 此新闻综合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